记者罗新珍屏东报道,屏东市公共自行车PBIKE,今天29日,在屏东火车站站前广场新增两个站点,分别由屏东市慈凤公及屏东各扶轮设军赠,屏东市区总租赁站增为32站,明年还将走出屏东市,年初先到归来潮州火车站设新站点。 屏东县长潘孟安表示,感谢此凤公及屏东各扶轮设军赠站前广场二座租赁站,今日启用后屏东市将有32座PBIKE租赁站,让整个公共自行车站点更绵密,可及性更高,未来持续提供前半小时免费骑程的优惠。 平县府环保局表示,PBIKE从103年正式营运启用后,官获民众好评,使用率日益增加,营运系经累积使用人次于170万人次,平均日周转率达约3.74次,使用客群超过50%位学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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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